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一个购物视频里面 用这个LORAC Pro 2的盘子画的一个妆容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用LORAC的Eye Primer给整个上眼皮打底 然后用亚光的肤色Buff画在整个上眼皮 用亚光的中间色Nectar画在眼窝处,要多晕染 之后用珠光色Pose it画在整个上眼皮到眼窝的位置 用亚光烟灰色Cool Gray画在眼尾的位置 以及下眼皮的后半段 用大的韵染刷,把眼影的边缘清理干净 用珠光被子色打亮眉骨下方 用珠光Snow色打亮眼头和下眼皮的前半 用小的韵染刷,韵染均匀 用Koji的黑色眼线笔画上眼线 眼尾微微拉长上扬 戴上自然款假睫毛 戴上自然款假睫毛 戴下睫毛膏画下睫毛 面部用SK-2 Skin Signature的粉底膏 用海绵上全脸 用Benefit Eris Paste遮瑕膏,遮黑眼圈 用Benefit Eris Paste遮瑕膏,遮黑眼圈 用Muji的遮瑕膏,light色号,遮面部的其他瑕疵 用有光泽感的娇蓝流星粉球来定装 用有光泽感的娇蓝流星粉球来定装 用Lora Pro 2盘子里的亚光灰色,cool grey,画眉毛的前端,还有鼻印 用Lora Pro 2盘子里的亚光灰色,cool grey,画眉毛的前端,还有鼻印 来做腮红,省却了修容的步骤 用Bobbi Brown的Sand Wash Palette做高光 全部用Yves Saint Laurent的Couche Volupté系列的13号Besh Passion打底 然后再叠加Can Make的Candy Wrap Lip 11号唇彩 最后再把头发理一理就完成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所有的产品呢我都会放在info box里面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或者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